你知道中国的清零政策实行后,是否有效地抑制新冠病毒的传染呢? 这个清零政策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多大的伤害? 中国人民对于无止境的封城还能忍受多久呢?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。 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一直在创纪录。 11月下旬的每日病例超过了2022年4月的峰值。 中国各地都报告了新的感染病例。 南部的广东省是最近这波疫情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。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,中国的感染和死亡人虽然还是很低。 然而,严格的封锁措施对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。 中国政府所实施的清零政策,除了封锁感染的社区外, 还强制要求居民每天进行核酸检测。 当局不放弃清零政策的理由是因为中国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相当低。 80岁级以上的人中只有大约一半接种了初级疫苗, 其中不到20%的人接种了加强针。 儿童疫苗接种率也低于预期。 二十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巨大。 即使有政府的动员能力, 许多地区也无法应对新冠病例的激增。 据推测,如果放松对管控的限制, 弱势群体将面临巨大风险。 11月11日,中国政府发布了防疫20条优化措施, 被认为是放松了管控措施。 此后北京、广州、重庆等大城市确诊人数就急增。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, 近几天中国全国新增感染者超过28000例。 北京面临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防控形势, 处于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刻。 而患者的增加, 可能又会让中国当局实施更加严格的管控。 但是,在经历了接近三年严格管控的中国, 大家似乎都已经出现了抗疫疲劳。 封城在一开始时, 获得所有人民的支持, 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来抑制病毒的扩散。 但是,在封城天数不断地延长, 每天不断地需要做核酸检测, 让人民开始鼓噪起来。 有些地方如新疆哪里的居民已经被封在家里超过了100天, 每天只能困在家里, 哪里都不能去, 也没有收入。 但是,每个月的开销还是要继续给。 这样的日子,叫人们如何过?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 在疫情的打击下, 中国的消费支出已经陷入了困境。 中国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出口产品去全世界, 在许多地方实行封锁, 也造成很多的工厂无法正常运作。 有些港口也遭封锁, 造成货物无法一时运出去, 整个经济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工厂被封锁, 一家工厂延迟出货, 让需要这个货物的厂家也无法运作。 在环环相扣的经济体力, 大大的影响了整体国家的经济收入。 企业和制造商们都在为利润担心, 同时, 不确定性也在向金融市场扩散。 中国股市面临异常的波动, 许多上市公司都受到清零政策的影响, 导致股价跌得一塌糊涂。 中国的房价下滑也打击了消费者信心。 长期以来, 中国稳步上升的房价造就了中国家庭的财富增长, 支撑了消费支出, 并促使购房者在家用电器、 汽车和大宗商品上的大肆消费。 然而, 随着中国官方对房地产行业的管控, 房地产市场不再景气, 并且看不到立即缓和的迹象。 根据中国清华大学郑玉黄副教授编制的数据, 2022年上半年, 中国共有46万家企业倒闭, 310万家民营企业倒闭, 原因多半是由于封控限制。 如果政策不放宽, 接下来可以预见将会有更多的企业倒闭。 除了对经济造成重大的破坏之外, 人民对于中国政府的措施也开始越来越不满。 毕竟关在家里太久了, 没有什么人可以忍受得到。 结果, 抗议示威开始慢慢地在各个地方展开了。 10月底, 西藏首府拉萨出现罕见的大规模抗议。 网上分享的多个视频片段显示, 数百人在示威现场与警方发生冲突。 11月中旬, 广州海珠区出现了大规模反抗防疫政策的行为。 抗疫者逃离强制封锁, 推倒沿街的路障和围风, 与警方发生冲突, 并高呼不要再测试了和解封的口号。 苹果供应商富士康郑州厂因防疫清零的缘由, 爆发警察与招聘临时工对峙的大规模抗争。 为了不让人们从家里逃出来, 很多高楼住屋的逃生门都被封了起来。 这也造成了在乌鲁木齐的一栋楼在发生火灾后, 里面的人因为逃生门被封锁了无法逃生, 十个人被活活地烧死。 在乌鲁木齐大火之后, 那里的人民开始抗议, 在动荡加剧的时候发出了他们的声音。 接着南京大学的学生们也加入了声援行列。 在世界杯足球赛竞赛期间, 中国人封锁在家里观看球赛, 当他们看到球场上的观众席, 所有人都没有戴口罩, 还可以挤在一起高高兴兴的, 自由自在地观赏足球赛, 反观自己却需要关在家里, 无时无刻都要戴着口罩, 要去那里都不行, 这样的局面激化了憋在他们心里已久的怨气。 可以看见的是, 中国的局势在逐渐地失控, 人们不满的情绪在渐渐地加深。 中国在之前经历了大跃进, 文化大革命, 六十四天安门事件。 好不容易人们开始过上了好日子, 但是这个清零政策的来临, 让之前美好的日子又再走远了, 中国人民又再次地尝到了苦日子。 虽然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这个是为了人民好, 但是当一个人吃不饱, 或失去自由时, 什么制度对他来都是无畏的。 要记得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说过的, 生命成可贵, 爱情价更高。 若为自由故, 两者皆可抛。 没有自由, 爱情和生命也宁可不要了。 我们可不想这次的清零政策中, 人民不是重病毒死的, 而是因为暴动而牺牲的。 中国当局真的应该为他们的这个政策, 是不是要继续实施做出三思啊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